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宋文娟 昨天香港的天氣挺熱 最高氣溫有超過30度 看看今早各區的情況 市區已達到24、5度 新界已達到24度 相信今天是挺熱的一天 而至於天色方面 從維港望出去雖然見到有些雲 但亦有些納粔 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見到主要的雲帶集中在廣東內陸 在沿岸的雲亦比較零碎 所以預料今日也會見到陽光 回到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 早上沿岸會有幾陣霧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由於我們吹著和緩的偏南風 所以天氣會嚴熱 最高氣溫有30度 預料今晚會有幾陣驟雨 接下來最主要的天氣變化 就是今晚入夜後到明早 會有一度冷風橫過華南沿岸 它隨後比較涼的空氣 就會在明天開始影響我們 所以未來幾天的天氣會是涼 最低氣溫可以跌至20度或以下 而另一方面天氣沒有幾天那麼好 預料未來幾天會有驟雨和淚暴 大家要留意天氣變化 特別要保重身體 香港的天氣就說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再見